歡迎收看今天的房市關鍵報報 我是陳文欣 馬上來關注今天的熱門關鍵字 今天的熱門關鍵字 房價、貨幣供給 中央銀行日前公布10月份的貨幣總計數 馬上來看統計數據 其中M1B年幀率降至5.18% 創四年九個月以來新低 M2年幀率則上升至7.32% 是三個月以來新高 也是今年7月以來再次出現死亡交叉 央行指出10月M1B年幀率下滑 主因是活期性存款成長緩慢 M2年幀率上揚則是因為外匯的存款成長 放款與投資年幀率提升所致 雖然數據可以反映股票市場的資金動能 不過也有觀察房市的專家認為 可以拿來當作觀察房市資金總量的重要指標 面對3月起美國聯準會升息 台灣央行也跟著跟進 隨著市場掀起的資金緊縮潮 7月M1 BN2年幀率為今年首次出現死亡交叉 當時專家就提醒要注意房市下行的風險 到了8月M1 BN2年幀率轉回黃金交叉 但9月又出現了死亡交叉 10月最新數據則是死亡交叉擴大 高原不動產估價施事務所所長陳碧源 長期觀察M1 BN2變動率與房地產的關聯性 先前也提醒M1 BN2年幀率若為5%-6 房價則持平若低於5% 就要注意房價下跌的風險 10月M1 B年幀率降至5.18% 不過M2年幀率則上升至7.32% 按陳碧源評估標準來看現況房市應是屬於持平階段 馬上來關心今天的精選新聞 首先來看到美國近期公布就業數據優於預期 專家也給出回應了 美國今年以來多次大幅升息 股市震盪不穩房市交易也趨冷 不過近期美國官方公布最新的就業數據 卻顯示美國勞動市場頗為強勁 經濟前景似乎不會不好 不動產趨勢專家法學博士前世傑分析認為 美國就業蓬勃經濟似乎看似會好 但其實通膨依舊很高 所以聯準會針對利率部分還是會緩升 並說到他們的利率政策也牽動台灣經濟與房市 中長期研判國內房市人會不好 接著來看到中央擴大租金補貼申請再次開放到年底 內政部表示行政院今年7月推動的 300億中央擴大租金補貼專案計畫 為落實照顧租屋民眾強調符合資格者都可以申請補貼 為了擴大對經濟弱勢族群的居住支持 行政院持續檢討專案內容並提報修正計畫 已於11月28日獲行政院核定 將於今年12月5日上午90至12月30日下午50指再次開放申請 此次對象僅限經濟或社會弱勢戶 最後來看到巴德西濱公園的最新動態 為配合都市發展區市市府公務局 以總經費約4600萬元以實用美觀及多樣性為特色 推動西濱公園整體規劃設計工程 並串聯公園內自行車道約1600公尺 打造兼具城市田園社區及運動的休閒公園 桃園市副市長李憲明指出 為了讓公園發揮最大的效用 北區優先開園啟用西濱公園整體的工程 則預計於明年1月完工 為市民提供更舒適的休閒景觀空間 今天的買房賣房我想問有網友提問買房的問題 該名網友表示目前存款差不多有180萬 聽大家都說明年房子會跌 想詢問應該現在就買房還是要繼續存錢呢 有網友回應建議繼續存 因為買套房脫手不易 也有網友回覆他是一名房仲 表示很多客人都在等房價跌 但會不會跌沒有人可以肯定 若是要自住的話萬一沒跌反而漲了 可能又得再賺再等 因此建議看到合適價格可以負擔的就先買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請不要忘記按讚訂閱還有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我們下次再見